大家好,我是居敬 今天我想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 在欧洲人们在12月份到1月份之间的这种节日的氛围 圣诞节新年 他们会大概持续一个月左右吧 就从下旬12月15号左右到1月10号左右 这段时间人们都是在这种澄清在这种节日的氛围里 在这种节目中 最终的 好 是我们的帽子 睡室 大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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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박掉 ейств Franc退 这是 夹北 他仔细将会 今天下雪就很开心 然后就堆起来了 然后主要是因为 马上节日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嘛 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 就是邻居们附近的人们 他们就没有去市区 市区会更漂亮 但是因为太晚了 然后现在疫情嘛 也不适合去远很远的地方 然后也不适合继续在市区什么 我们就去看一下附近人们的公寓呀 别墅这边人们很就是怎么 就是他们的家的 就是大家喜欢挂彩灯在节日 也像我们在电影里面 以前都是看到就是一些 就是欧美的电影里面 到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都是挂这种彩灯 就很喜欢把家里搞得 不灵不灵不灵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到节日的时候 大概12月下旬嘛 12月10号15号之间 就开始大家陆陆续续挂起来了 然后就一下子 那个节日的氛围就起来了 他们还是很注重节日 在节日到大家都不工作 然后商店也都关门 然后全民然后狂欢的那种感觉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 很多地方都下雪越来越少 所以人们都很珍惜下雪的日子 然后所以我尤其他现在下嘛 就是画得很快的 如果不珍惜的话 可能一下就没了 那像晚上的话 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什么都没了 然后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赶紧出去带孩子去体验一下 刚好他一岁两个月嘛 就还第一次接触雪 然后就很开心 刚好他有自己走 他都不要我们抱 就自己一路狂走狂走的 然后走了很长的距离 然后走到自己累的困死了 然后直接到后面 直接倒在雪上面了 就摔了 就很搞笑的 后来他也没哭 倒在雪上也没哭 然后就是抱着他 把他抱起来 马上靠在肩膀上就睡着了 就是这种秒睡的那种感觉 看不见你们 这里很好看 看不见 在我们的镜头里 好像没有其他人 其实当时还是有人的 只不过人不多而已 有三口之家 什么情侣 什么夫妻 就散散步的还是有的 就是因为为了隐私 就是不想把别人录在镜头里面 就不像在大街上的话 你无所谓的这么多人 人家也不会介意 但是像这种人不是特别多的时候 然后你拿着一个这样录 把人家录在里面 就有点尴尬 所以我们就避开了 是有一个灯 在那上面的 就是那个灯 你看这边墙也有 就是他这个灯是转的 圣诞节的时候最喜欢在户外 然后去街上的时候 欣赏各家各户的那种 就是阳台上窗户上挂的那种彩灯 这是我圣诞节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 尤其是在市区很多人都很有创意 就是弄得很漂亮 包括商店呀 还有就是人们在市区的那些家里挂的 就是他们都弄得挺好看的 不过我们今年我感觉比去年弄得好 不过我们今年我感觉比去年弄得好 今年很多人还是弄得很丰富 这两家很搞笑 他们两家是每年是最丰富的 就像比赛一样的那种 就是这家不开的那家不开的 这家开那家也开 反正就是搞得就是 还挺搞笑的 今年我感觉下雪 就是进入冬天之后 已经下了好几次 不过这是唯一一次堆起来的 其他的都是飞一点 然后就没了 就飞一点 然后就化了 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堆起来 已经没了 就已经停了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了 我是居进一个生活在波兰的华人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再见